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韩国的慕正硕对阵日本的一天忌击 我们来欣赏一下这盘棋 这个一天忌击可以说是我们所熟知的一位棋手 下棋来这个气势是非常的足 这盘棋是慕正硕直黑先行 然后白棋来个 这个是超高木 这个是一天惯用的招法 那么黑棋回敬一个棋 一下子棋盘上的火气就上来了 这个木中硕也可以说是争风相对 还以颜色 棋局一下子就吊起了大家的胃口 然后白棋飞一个 黑棋也来一个 这个就不能叫做大飞脚了 比大飞脚已经是高了一路 这个两个人就是叫上进了 很显然 白棋漏 黑棋挡住 白棋拆毁 这个也是由于这个手脚是非常罕见的 这个也不能称之为定式 这是一个临时的这个想法 然后黑棋挂 白棋飞 黑棋拆 白棋当头一正 这个就是气势十足 等黑棋飞的时候 然后再逼住 这个可以说是一天独到的心得 普通的感觉呢 就是说先拆一个 先拆一个 那么或者是拆这个大厂 这个是普通的 那么一天觉得呢 这两手可能是交换 有便宜 他觉得肯定有便宜 当然了 这个到底便宜不便宜 这个还是不清楚 这个黑棋肯定要跳起来 然后白棋靠开始吞螺 黑棋最强的斑 白棋断的时候呢 黑棋就贴 黑棋下的也很强 白棋打直 一下 然后长 这个尝试肯定是要 必须抢 这个被人家 如果说你想 别的 这个被人家一帮助的话 这个黑棋这个外面呢 太壮 这个势力太大 白棋自身被黑棋搬了以后呢 气呢 也非常的紧 这个肯定是 不好的 所以这个一定要长 黑棋加注 加注以后呢 白棋呢 这个地方 他不肯轻易呢 这个去 把这个子的味道给卖掉 如果说你就挡 那么被他一吃呢 这个脚里呢 没有什么味道 你吃你再长呢 他就爬 爬完一搬 这个吃的呢 很干净 没有什么味道 那么你贴完了 只能粘上呢 这个再被呢 这个黑棋家注啊 依然来 白棋 是一个比较这个 苦的 这个状态 所以白棋 现在 要保留这颗子的活力 保留这颗子的活力呢 于这里一靠 这个是好奇 这个 趁着这个子 还有这个长的 这个先手借用 来靠一下 这个 先问一下 黑棋怎么走 黑棋呢 确实是有点难办 如果印在这里 那么呢 显然 这个先手 依然是存在 那么白棋呢 还可以拐 这个外面呢 还有一些 这个先手 借用 那么 拐这个呢 也一样啊 白棋拐 这个形状更糟糕 以后还有长 或者有蛙打 整整 等等手段 这个 黑棋不肯 那么如果 笨章上呢 这个显然呢 也是这个 被白棋啊 明显是便宜了 白棋即使在 再冲下去呢 那么靠合这个章呢 也是白棋明显便宜 所以黑棋呢 也不肯忍受 只有呢 奋而反击 加 白棋立呢 黑棋就退 黑棋干 黑棋干脆 把脚上的实地呢 给舍弃了 攻击外面呢 这个为主 那么白棋长 现在脚上呢 就有手段了 从 白棋呢 就可以获取这个实地 黑棋转一下 白棋一挡 然后黑棋 注意 黑棋这个挡是先手啊 这个是先手 如果不走的话呢 这个黑棋 这个二二一点 这个是手劲 白棋这个局部呢 不行 就是说 静活不了啊 这个至少是个打劫 那么白棋补一手 黑棋呢 等于是 获得了这个 外势 白棋呢 获得了这个实地 然后黑棋跳起来 金银模样啊 这个呢 对于这三个子呢 想这个 大吃 如果说补一手的话呢 那么白棋当然也就 算了啊 这黑棋围到这里 想这么大吃啊 这个白棋肯定呢 也不会答应 所以呢 这个一天呢 也是气势十足的 立马飞出来 立马跑出来 不过跑出来呢 作为这个 黑棋来说呢 他并不害怕 他这么大吃 就是想让你跑 想让你跑呢 然后再通过对你的这个攻击 啊 获取呢 更大的利益 因为刚才吃小了 他不愿意啊 是吧 吃小了不愿意的话 那么干脆呢 就把你放出来啊 希望你跑 那个通过攻击呢 来获取利益 这个肩补是需要补的 不然被 白棋一跳下去 不行 然后白棋靠 这个逃出来啊 那么黑棋呢 展开 肯定要对白棋呢 展开猛攻 黑棋走的呢 是 跳一个啊 这个是 正确的攻击的方向 这么 随手一扳啊 这个就打熟手啊 这个把白棋顺势送出去 黑棋在这一带 并不是 这个发展的这个方向啊 这个地方你 即使再走啊 你这个 并 多为不出几目棋来 并多为不出 那么 你这样呢 反而呢 顺水推舟的呢 把这个 白棋啊 就给送 送出去了啊 所以这个 斑呢 肯定是 不好的啊 这个肯定是不好的 从这边来 攻击 才是 正确的方向 那么你不帮白棋长啊 想追求黑棋这里的 这个味道 但是呢 黑棋既然啊 没有帮 放弃这里的一些实地 肯定呢 它也是继续要 从正面啊 来 猛攻这个 白棋 那么 这个跳 这个 两个大跳啊 下的也是 气势这个十足啊 当然对白棋的压力啊 也是 非常的大 非常的大 那么这个时候呢 这个 白棋啊 可以说也是 陷入了一个 比较困难的局面 比较困难的局面 虽然跑出来了 但是在黑棋的猛攻之下 这个棋啊 还是非常的苦 如果从正常的思路啊 来说呢 往外钻的话呢 这个肯定是很被动啊 那么黑棋啊 可以通过这个长脑 对白棋呢 进行攻击 那你这里要硬的话呢 它就一个一个长啊 这样呢 白棋首先 出头啊 依然是 非常的困难 同时呢 黑棋在这里 已经呢 开始获利了啊 因为你一不走的话呢 黑棋这个一拐下来 马上就在这里 又形成一个 比较大的模样 对你这个脚上呢 威胁也很大 而你也不可能 老再继续硬啊 是吧 这个上面真的是 非常的这个危险 所以普通的啊 这个逃跑 这个呢 嗯 不是太好 那么要在这里去自顾啊 也看不到好的手段 如果你进走一大堆 这个熟手去马野 即算是活了啊 即算是活了 把这个黑棋 外面转得跟这个铁一样厚 对这个以后的影响太大 这个呢 也不会便宜啊 勉勉强强 就算做出来来了两个野 野呢 不会便宜 那么这时候怎么办啊 那么 那么一天呢 他精心呢 也是构思了一个啊 比较这个 灵活的 这个气质的 转身的这个 好招法啊 那么他是走哪个呢 他就拐 等你让你呢 这个黑棋来搬 然后再搬下去 注意 这个 是 这个 气质的这个 可以说是精髓啊 精髓 这么搬下去以后呢 这个也是白棋啊 他故意呢 卖了个破绽啊 故意卖了个破绽 这个明显呢 是有个断点 而且这个断点呢 白棋本来是可以防住的 比如说点一个啊 如果你张上呢 那么我呢 再红下去啊 这个断点呢 其实本身是可以防住的 但是呢 嗯 这个呢 这个呢 也不能太一相情愿 因为你点的时候呢 黑棋呢 他不一定会张啊 黑棋会通过这些靠啊 来呢 想办法先手防住这个 如果你挡 那他就顺手再一加 哎 这样呢 他就可以先手呢 防住了这个 你的冲断 再对你进行仿击 这样呢 白棋威胁 那么如果你要靠的时候啊 你冲过来 冲过来进行仿击呢 那么黑棋就挖张 这样呢 先把这个竖下来啊 在这边呢 获得大的利益 这个地方你还得继续补齐 这个呢 也是白棋呢 也有所担心的 所以白棋在这个地方啊 干脆就单班 就留个端点 让你来端 那么作为黑棋 当然来说也是没有退路了 这个不能立啊 这这个 在推让的话呢 他这个还是先手啊 因为以后这个 靠完了一把持 这里有个最 最典型的 这个老鼠头油 这个黑的是个死活 还有问题 所以黑棋这个时候呢 也没法退让啊 这个 他搬就立着退让呢 肯定是不行 那么也只有呢 就断上去 那么这个断上去以后呢 白棋 就达到了他想要的 气质的目的 先打吃啊 先打吃这个 推棋要跑 白棋就打啊 这样呢 白棋啊 看到由于这块棋 比较沉重 干脆啊 就 卸掉包袱啊 通过转换 在这个 右下角 获取呢 很大力 而且这个 冲回来以后 由于黑棋这块棋 还没有活啊 必须还得补一手 如果你不走的话 他就算最简单的 爬一个啊 把这个气藏出来 黑棋 这个跟白棋 杀气呢 明显是气不够的 白棋这个外围 这个气太多了 所以 黑棋还得 点 那 小尖 补一手 还得小尖补一手 那么呢 这样呢 才是 彻底的呢 把这个 白棋这个吃掉 不过白棋呢 通过气掉这一些啊 在这个 右下角 获得了这个 很大的利益啊 然后呢 就是说 再一冲 吃掉 吃掉这颗子 四小十大啊 因为 不吃这颗子的话呢 这个脚上被 这个 黑棋一点 这个 有棋 因为黑棋 这个以后隐藏着呢 这个藏着先手 是吧 隐藏着这一类的先手 有这一类的位置 这一点呢 白棋无法净杀的 那么这个 脚呢 就不见得是失控 而这样干脆 后时的啊 冲 打吃 你打吃 我提掉啊 后时的提掉这一颗子以后呢 那么 这个整个右下角 就全部是白棋的 如果你再走这个呢 它就 跳一个啊 这个简单的 就死了 尖一个 可能 也死了 啊 那么这样的话呢 这有15 20 22 23 26 27 28 30 30多啊 32木棋左右的实地 一下子就 这个实地还非常大 虽然这里啊 吃了五颗子 八颗子 那么再加上一点虚控呢 你也有这个 30多木棋的实地 但是呢 这样转换下来呢 呃 白棋啊 就是说 首先卸掉了包袱 而且还呢 还 以后 这个在这些外围 还留下了一些啊 这个借用 应该来说呢 这个 呃 一田啊 这个 这个 从卖一个 故意卖一个破绽啊 弃子的这个 招法呢 还是非常的 这个 好 下得非常的好 而且非常符合这个 当前的这个局面 那么呢 应该后来 大家研究一看呢 也是根据这个 判断 这个白棋通货弃子呢 应该来说是 获得了这个优势啊 获得了优势 那么从 开局两个人的啊 这个 各走一个超高木啊 木中说呢 也是火气十足啊 憋足了近 那么呢 这个棋啊 一田是 弃子呢 获得了优势 那么有趣的是啊 在接下来的 这个进程中呢 木中说呢 也是马上 还以颜色啊 我们来继续欣赏 这般的棋 在这边啊 白棋可以成功弃子 那么漆完之以后呢 黑棋呢 也获得了宝贵的仙手 然后点正 这是 这个形状呢 就有点似曾相识了 等于是什么呢 白棋挂脚 然后走了一个大鞋 黑棋脱鞋了啊 这个倒是 好像是建国似的 那么走这个呢 白棋就接 黑棋当然长 那么对于这个棋形啊 的研究呢 当时呢 可能还不是特别的 这个深啊 但是经过这盘棋以后啊 的变化以后 大家对这个 这个局部啊 虽然说比较特殊一点 但是呢 也有可能出现了局部呢 进入了一些深入的研究啊 那么研究完了以后啊 这个 大家认为这个以后 白棋的这个招法呢 稍微呢 有点问题啊 当然这都是事后而论的 按现在的这个眼光来看呢 白棋这个棋呢 应该是虎一个 由于这边的价值啊 比较小 那么呢 就干脆呢 给黑棋算了 就虎了利 保住呢 这个先保住脚上的目数 黑棋如果爬啊 白棋就退 这个呢 就让它活了啊 它爬活了就算了 因为上面的架子呢 不是太大啊 它做活呢 那么黑 白棋呢 就老老实实 在这里补一个 这个呢 白棋可以获得这个 还是能保住啊 这个局面的这个优势 如果它直接小飞 那么呢 白棋就厚实的沾上 就厚实的沾上 由于这里有尖的这个手段 白棋这个 黑棋这个呢 也飞不出来 你要是小尖这个呢 白棋就老老实实的压住啊 白棋把自己走得非常厚 这里呢 你也不敢呢 轻易的打入了 这样呢 是比较好的下方啊 当然 当然当时 由于研究呢 不是那么深 所以白棋还是凭第一杆呢 挡下去啊 其实这个挡下去 也是正常的这个想法啊 是在现在呢 目前的这个场合下呢 不是太好 别的场合下是可以挡的啊 大家记住 不是别的 每个场合都是虎的 如果挡住这个外围啊 这个发展 白棋有发展的话呢 这个挡住呢 还是很好的啊 但是现在呢 这边显然呢 已经都 黑棋也很厚了 白棋是没有什么发展的 所以这现在这个挡上呢 价值不太大啊 然后 黑棋飞 在这里黑棋下的持续很好 这个必须得打 然后在这个时候呢 搬 那么搬的话呢 普通的话呢 这个白棋正常的应对呢 还是应该呢 走 帮助啊 这个可能白棋 即使现在为止 也应该正常的下方呢 就是帮助 那么帮助的话呢 黑棋冲 是吧 白棋挡 黑棋张杀 这个时候呢 由于白棋外围比较弱啊 还是得 有断点 所以还是得 虎补一个 那么黑棋吃 这样白棋外围虽然很厚 但是呢 就是说 由于这边啊 没有发展 这个厚实的作用呢 不是很大 再一个更重要的是 大家需要注意啊 这个脚上 黑棋它不是这么 跳着补活的啊 黑棋它可以走在哪呢 黑棋它可以搬张在这里活 这个区别就是很大 等于就是说 黑棋可以通过搬张 直接就把脚上呢 给做活了 那这样活的木数呢 就非常大啊 即使你断了 我打了 你搬掉以后 我这里也有呢 八木棋 而你白棋呢 由于这个断吃还是太大 白棋呢 还得补一个 等于这个地方呢 形成呢 黑棋先手活了一个大脚 活了八木棋 活了一个天木 等于是 而白棋外面虽然厚 这个呢 但是似乎呢 没有 这边还行 但是这边呢 没有更大的这个 发展价值 这个可能呢 也是一天呢 没有选择这个 实战的这个下法啊 没有选择这个图的 这个原因 不过事后而论呢 这个棋可能还是 白棋老老实实的 就按照正常的下 这个 虽然木树被黑棋得了一些 但是这个棋局呢 还是找得很啊 白棋肯定也是不坏 而实际呢 这个 白棋呢 就开始犯了大错了啊 一天想啊 你看这样不好啊 配合不好 想进行变化 那么呢 它是 搬这个 黑棋搬 它呢 再搬这个 这个 那么黑棋这时候呢 就不用做损的交换了 先打吃 那你得粘啊 然后黑棋再粘上 这时候啊 然后黑棋冲掉 冲掉了 这个 再粘上 这个不冲 被白棋粘上了 太 厚厚了 那么这时候 虽然啊 黑棋卖了一个破绽 但是呢 白棋这时候呢 可能也只能 冷静的 补助算了啊 那么它粘上 因为这里有个断的味道 可能你不在这里呢 厚一点 但是这个 这边的木树呢 又会差一点 不过即算如此吧 白棋呢 也只能 这样 呃 退让一下算了啊 这个棋局还是漫长的 先手在握啊 这时候呢 一天反正有点那个 冲动啊 就失去了这个冷静 反而呢 这个是中了这个 木正硕的这个弃子之计啊 这个棋也是非常有意思 这边白棋刚弃 那边黑棋马上回进一下啊 这个白棋这一段 冲动了啊 落入了这个黑棋的弃子的陷阱 那么黑棋教室 白棋一般 黑棋是确实是有毛病的啊 这个冲 是自己转了一气 这个里面有棋了 但是呢 其实这个也是啊 和当初白棋这个斑 留个段啊 一样 黑棋也是故意呢 卖了个破绽 先把脚呢 给送死 哎 这个不是死了吗 是吧 这个不是死 但是呢 这个 这个是 其实是这个黑棋啊 早就啊 设计好的陷阱 但是这个陷阱 其实也谈不上多么的高敏啊 但是也不知道为什么一天就这么 呃 一头呢 就装进去 可能想拼气势还是什么 但是这个失误呢 稍微啊 稍微有一点点这个 对他们这样级别的选手来说呢 是不应该的 那么接下来黑棋的事情就简单了啊 既然麦克波站把他送死 那么就把他简单的弃掉即可 只能走这个 黑棋一段倒啊 这个是非常的舒服 白棋一拐 这个 黑棋再一吃 吃完以后再紧凑 由于这里 有打吃的各种先手 再紧凑着一加啊 这个黑棋造法也很简单 也没什么花哨的 就把白棋呢 给封进去 就把白棋这个给封进去 白棋 由于这里有先手 那么出头呢 只能是走在这 黑棋就搬住啊 那你这样吃掉这一颗 然后打吃 这个也只能提 那么呢 黑棋这时候再沾上 黑棋这时候再沾上 由于这里有跑的这个手段 由于这里有跑的 白棋呢 必须得补一个 黑棋就沾上啊 黑棋走得很简单 那么呢 这个里面 这个里面 必须呢 还得收器 铺一下 提掉 沾上啊 快呢 是这个 白棋呢 快一棋啊 那么以后等于就是什么样子呢 等于是立 白棋收器 黑棋收器 白棋提一下 再沾上 收器 以后 里面呢 等于是一个这个样子啊 我们就摆成这样 实际上 当然没有走 黑棋会保留 那么呢 这个结果怎么样呢 等于就是说 本来黑棋活了啊 刚才沾上黑棋活呢 能活个七八木棋 嗯 那么呢 现在等于是 白棋把黑棋吃掉了啊 这里铺了三个 提了两个 等于就是提了一个 那么吃掉了一十二十 二十二十四 二十四 三十木棋吧 大概也就是三十木棋 就是白棋在这个脚上 等于得了三十木棋 那么呢 黑棋所得呢 就是一道外事啊 加劫财等等 那么本来就是说 这三十木棋完了 白棋少了一道外事 注意啊 白棋本来是一道外事 变成黑棋的一道外事 而这三十木棋呢 显然呢 这个是价值是不值的 特别是当这个全局 在一看一配合 黑棋在一震 这两个子 生命都有危险 同时黑棋 在这个中间啊 这个获利啊 可以说是非常的大啊 等于是这样 这个里面 暂时就没走了 等于形成这样 走完这个以后呢 黑棋再一震啊 黑棋啊 用了三十木棋 来引诱白棋去吃 引诱白棋去吃 那么呢 白棋虽然得到了这三十木棋 但是本来白棋的一道外事 变成了黑棋的一道外事 这个呢 两道外事等于就是说 架起来 这个架子呢 说三十木棋也不过分 也不过分 那么还有一点更重要的 就是说呢 插了一个先后手 注意啊 本来白棋走完以后 白棋是先手 可以在这边兴起 现在呢 变成黑棋先手 然后再一震 加上这个全局的配合啊 这个震完以后 这两颗子 由于这个力 甚至这个小尖都有先手 这个小尖都有这个先手味道 也可以扑进去 这两颗子几乎啊 就快这个无疾而终了 而黑棋这个中央啊 在后室一配上中央的后室呢 随时以后 只要一分入 白棋啊 这个中间的势力啊 也是非常的这个大啊 非常的这个大 那么全局配合呢 非常的生动 那么这个结果呢 白棋可以说是大亏啊 大亏 那么黑棋一仗这个棋子 获得的优势呢 已经完全掌握了全局的主动啊 最后呢 也是呢 黑棋以六目半啊 大胜这个白棋 那么这盘棋呢 可以说一天是成也棋子啊 败野这个棋子 不过呢 非常有趣的是 呃 刚棋完子啊 又被对方这个棋子 这样的棋局呢 倒是 嗯 并不多见啊 并不多见 可以说呢 这个 呃 相方啊 下的是非常的这个精彩 只可惜一天呢 这个放错呢 呃 放在了这个后面 而且这个错误似乎呢 稍微有点这个简单了一点的啊 很可惜 最终呢 是木中硕呢 战胜了一天 获得了这盘棋的胜利 好的 那么今天的棋局呢 我们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谢谢大家收看 大家再见